宋慧喬 紐約苦等在美國參加Prada早春大秀的喬寶 穿著一身簡單的私服 雙手插兜望向遠方 難道在等某人?朦朧夜色中不見宋仲基 不知道宋歐爸有沒有一起拍摘愛妻來美呢? 網友要保持少女心 斜扎著辮子的喬妹似乎回到了20多歲的模樣 宋慧喬在紐約街邊所穿的外套裡面 包著的灰色裙子看起來很是眼熟 原來是喬妹在秀場上穿的禮服 結束活動的送偶膩很是機智地套上了差不多顏色的寬鬆外套 看不出裡面還有個連衣裙 話說美喬連換衣服的時間也節省了 這麼著急是不是去酒店和宋仲基團聚呢? 宋慧喬朦朧街景中苦等 也是讓人想起婚後 喬妹也是和宋歐爸來過紐約 朦朧的街道中行人如知 據說網友也是目擊到雙宋打了一輛出租車 而後座的喬妹微醺一般的靠著宋歐爸 看起來好是甜蜜 不知道宋仲基這次有沒有抽空陪著愛妻出來玩耍呢? 宋慧喬婚後和老公到處吃吃喝喝 也是胖了很多 在紐約豪宅中的喬寶梳理著頭髮 看起來很是有婚後女性的溫婉舒適感 而現身大秀的喬妹則是看起來瘦了不少 或許是近來活動太多的原因吧 四處奔走的夜貓子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而宋仲基也是忙於心細 真是一對用功的夫妻 宋慧喬紐約庫等朦朧夜色中不見宋仲基 網友要保持少女心 美喬除了卡其色外 尤為喜歡黑灰色等顏色很深的服裝 現身紐約的喬寶身穿灰色緊身褲 搭配上一雙黑鞋 倒也顯得亮麗減零了許多 而亨造以前身穿一件深藍色吊帶裝 徒步行走在紐約大街上的孫偶膩已經是時尚穿搭達達人了 不管服裝怎麼變 美喬那股青春明媚的少女氣息 卻是依舊沒變 宋慧喬插鬥好酷 喬妹揮手好暖 網友宋仲基老婆發呆也美 宋慧喬插鬥好酷 徹秀賢雙手深深放入了長衣的大鬥內 看起來很放鬆的樣子 美喬踩著細膏跟 步態也是顯得霸氣從容 而一旁的金正鶴則瞪著眼睛似乎有點小腼腆 喬妹揮手好暖 生活中的宋偶膩其實很貼心的 網友宋仲基老婆發呆也好美 宋慧喬插鬥很酷 在異國踏心的情遊小道上 男朋友中的徹秀賢雖然一人行走著 但卻走出了屬於自己的人生精彩姿勢 秀賢的寬鬆大衣搭配上一件暖暖的微薄 一切都看起來這麼樸素自然 那如臨家女一般的清純笑容 也彷彿是晨曦一般氣如心扉 快樂是會傳遞的 宋仲基應該也是給了喬妹不少的支持 讓婚後的宋偶膩依就是有充裕的時間來演戲 宋慧喬揮手好暖 在香港機場那粉絲庸促的大場面下 喬妹似乎一點也沒有緊張 而是像遇到好友一般 暖暖地微笑著面對大家 並且揮手和粉絲們表達謝意 低調善良的宋偶膩 一直都是如此待人溫醇 粉絲們也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喬妹的新劇 不知道宋仲基會不會也都準時收看呢 宋慧喬發呆的時候 有著安靜的舒適之美 身穿一件純白高領毛衣 車姐姐端正的坐姿 顯得很是文婉美麗 屬於越看越耐看的類型 宋偶膩那水靈的眼鏡 蓬鬆柔美的空氣瀏海 還有白皙凍鈴一般的肌膚 一切都顯得如此完美 宋仲基能娶到喬妹真是有眼福了 宋慧喬插頭好酷 喬妹揮手好暖 網友宋仲基老婆發呆也好美 喬妹不僅有著文婉的居家嫌妻一面 而且也是旅遊小能手 在拍完一部戲後 宋偶膩一般都會用旅遊來放空下自己的心靈 戴著墨鏡依靠在欄杆上的美喬 看起來很酷也很淡然 似乎對於未來的安排已經有了把握 宋仲基前腳拆婚房 誰注意宋慧喬後腳做法 網友一個比一個厲害 宋仲基和宋慧喬兩個人當初因為太陽的後裔這部電視劇《銀戲結緣》 然後就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當時的他們兩個人一直是大家眼中很般配的一對 甚至讓人非常的羨慕 可是沒有想到的是兩人結婚一年就離婚了 甚至離婚離的還不是很愉快 兩個人離婚之後甚至連朋友都沒得做 關係一度十分不好 網上也經常爆出兩個人不和的消息 雖然雙方都沒有就這件事做出回應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尤其是從他們離婚後的一些做法中 離婚之後宋仲基要拆了和宋慧喬的婚房 將他改成地上兩層地下三層的100坪住宅 這個消息一出也讓雙方的粉絲徹死心了 兩個人是沒有複合的可能了 本來以為宋仲基已經做得夠絕了 但是沒有想到宋慧喬就更加厲害了 離婚之後的宋慧喬轉手就要賣了他的豪宅 其實這個豪宅是他和宋仲基結婚之後經常住的地方 離婚之後的宋慧喬簡直就是虧本出售的 虧了2160萬元 著急出售 看來宋慧喬也是十分地想和這段婚姻 儘快劃分清界限 果然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很深了 宋慧喬的豪宅風景修麗還自帶花園 非常適合居住 當初結婚之後兩個人住在這裡 真的是非常讓人羨慕了 可是如今宋慧喬著急出手 恐怕也是不想再與宋仲基有任何瓜葛吧 看來兩個人之間是真的鬧得很不愉快了 真的是太可惜了 宋慧喬無據緯聞 現身劉雅仁朴行會電影首映裡 卻並未登台露臉 劉雅仁作為韓國最年輕的雙料營地 不僅擁有大批的支持者 在娛樂圈中也擁有不少粉絲 就連出身藝術世家的馬思純 都曾公開表示自己很喜歡劉雅仁 可見他的高人氣 除了粉絲很多之外 劉雅仁的朋友也很多 尤其是異性好友 近期劉雅仁和朴欣慧主演的新電影A Love 正式開始預售 主創們也開始了宣傳工作 劉雅仁最大排的異性好友宋慧喬也表達了支持 日前 宋慧喬在社交平台上 曬出了一組劉雅仁、朴欣慧等人 出席電影A Love 收音裡的現場照片 宋慧喬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這部影片 從照片的角度和清晰度來看 宋慧喬似乎是親自到場為好友送上了祝福 不過 無論是宋慧喬本人 還是當天在現場進行拍攝的媒體 都沒有上傳宋慧喬登台的相關物料 這似乎也表明宋慧喬當天只是低調現身 卻並沒有露臉 這也讓網友們不得不多想 按理說 宋慧喬雖然此前 曾與劉雅仁傳出過緋聞 但如今他願意公開曬照支持對方的電影 似乎也表明宋慧喬無懼緋聞 但在宋慧喬已經現身電影首映裡的情況下 卻又不願意露面 也是讓人想不通 甚至還有網友認為宋慧喬有欲蓋迷彰的嫌疑 關於宋慧喬和劉雅仁之間到底是好友 還是真的有情況的討論也是越來越多 不過 宋慧喬的粉絲們卻給出了另一種可能性 粉絲們認為宋慧喬既然願意去電影的首映裡 現場支持劉雅仁 就表明他問心無愧 畢竟宋慧喬不是電影的主角 但他的人氣和話題度卻很高 所以宋慧喬很有可能是因為不想搶了好友劉雅仁 和朴欣慧的風頭 才選擇低調處理的 粉絲們這樣的說法顯然更有說服力 畢竟就在宋慧喬和劉雅仁傳出廢文之後 他們都火速出面澄清了 而宋慧喬的前夫宋仲基也與劉雅仁有著深厚的友誼 三個人還曾多次一起聚會 所以如果宋慧喬真的想要和劉雅仁在一起 恐怕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會如此和諧了 不過目前宋慧喬方面還沒有出面回應 為何這次明明參加了Alove的首映裡 卻沒有登台儀式 所以我們也不要太早下結論 但是有了宋慧喬的支持 Alove的關注度的確又變高了 原本這部自帶災難偏數性的電影 在開始預售當日就排在了預售榜單的首位 預售觀影人數達到了7萬人 而有了宋慧喬的力挺之後 這部電影的討論度和熱度也是持續飆升 相比於2019年的現象及災難片《極限逃生》 Alove的期待值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與《極限逃生》不同的是 這次Alove的故事算是與當下的疫情等問題一一對應 《六亞人》以及朴新慧的演技實力和口碑 顯然也更受認可 在《六亞人》、朴新慧等主演們 號召了大半個韓國娛樂圈為其大靠之後 這部電影也算是在沒有正式上映之前就率先出圈了 2020年的電影市場一直不太景氣 上半年上映的大部分影片都沒能創造票房佳計 這次《六亞人》和朴新慧強強聯手 也是被寄予厚望 如果他們能夠頂住壓力獲得更多影迷們的支持 或許有可能創造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績 不過類似題材的影片每年都會有很多 雖然這次影片的內容算是跟進時事 主創陣容又無比豪華 但如果Alove沒能讓觀眾感覺到有新意 還是很難脫穎而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訂閱點讚轉發 感謝大家的支持